包房簡康寺,尋扮剝削好可恥 跟保安說下名字,電話和房號碼 Check in 就完成了 這裡環境清休 更乾淨企鄰 個泉油隊 離沙田區的酒店便宜三成 打電話去,入完錢便預訂房 不過他的網頁明明寫著 子宮好友入住 這裡由服務智障人士的康誌會 搞不止舞牌,還剝削智障人士 在這裡實習的智障練習生 每天做8個小時 每個月就只有一千二百五十元 讀酒店房務的學員更慘 每天執訪三個小時 甚麼進貼都沒有 還要一個全職的服務員 甚麼都一腳踢 酒店晚上沒有職員 那有甚麼事怎麼辦 有甚麼事通知我們 通知你 有前員工就跟我們爆料 因為這裡近醫院 有南湖 整天都帶不同的女兒來爆房 康誌居仲是自由行的天地 一個月就賺了超過十五萬 但他們就有馬會 賺助一千八百萬 和萬豪酒店提供支援 康誌會每年還有政府 沒有津貼過億元 所以就被立法會議員大鬧可恥 不過康誌就說他們是非牟利 為智障人士提供職業和培訓 不是全面的酒店服務 是不用新領牌照的 不過民政事務署就說 他沒有豁免的 連康誌會為期兩年的 食品製作及餐飲課程都出事 受了十六萬資助連學費 一年三十堂就有22堂 在灣仔的HC Cafe上課 不過裏面就沒有標準的廚房 學炸豬扒都要靠想像的 有前員工就跟我們說 是院長一意孤行的 而且康誌會的核數報告 沒有交代支出用途 政府是時候做點事了